北京时间3月21日 ITF25K 印尼亚加达网球赛 结束了女子单打资格赛决胜轮的全部争夺 并展开了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首轮的部分比赛 中国金花表现平稳 两人通过三轮资格赛晋级正赛 两人率先晋级女单16强 女子单打高欣瑜和白卓璇出战正赛首轮 其中高欣瑜世界排名第330位 在以6比3的比分拿下手盘后 收到东道主外卡选手龙皮斯世界排名第1205位的退赛里 晋级女单16强 白卓璇世界排名第301位 以2比06比26比1的比分 战胜了赛会三号种子 日本选手西木笑良世界排名第208位 晋级女单16强 此外马耶鑫 郭寒玉 李宗玉出战资格赛决胜轮 其中资格赛二号种子马耶鑫世界排名第413位 以2比06比26比3的比分 战胜了韩国选手崔智希世界排名第638位 顺利晋级女单正赛 本赛季商誉复出的郭寒玉世界排名915位 以2比06比06比4的比分 战胜了资格赛头号种子 印度选手博赛尔世界排名第385位 晋级女单正赛 另一名中国选手李宗玉世界排名第516位 在与日本选手山崎玉美的比赛中 决胜盘4比8落后时退赛 无缘正赛 女子双打赛会头号种子马耶鑫内岛盟下 日本以2比16比76比32比10的比分 显胜跨国组合莱奥尼金瑞士雷纳印度 晋级女双第二轮 中国组合蒋星鱼汤千惠 以2比06比16比1的比分 击败了跨国组合巴加里奇 克罗地亚马辛克维卡拉托维亚 晋级女双第二轮 外卡组合流敏哈里扎印尼 以2比11比66比30比5的比分 战胜了跨国组合费特 克罗地亚赫哲拉什波黑 晋级女双第二轮 锦浩头条创作挑战赛型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